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能夠上手 所以在台灣 多了許多的留學好教 先在台灣學好基本功 怎麼掌握技巧 怎麼開始滑行 怎麼學會煞車 這些技巧在台灣先學好 一出國就可以輕鬆上手 今天請我們漂亮的教練 跟大家一起學這個單字 學校 學校 到底為什麼要先在台灣 來學滑雪呢 教練 你在出國前 你要先來練習你的肌群 大概學多久的時間 就可以到國外去滑雪 大概是三個小時 到八個小時的時間 到底要怎麼滑雪呢 今天就帶大家一起體驗看看囉 好 那我們現在 腳稍微幫我打開一點點 已經寬寬 我覺得其實滑雪沒有想像中的難 我還滿有甜品的 這樣的滑雪後告 先替想要滑雪的民眾上課 所以先練習 滑雪技巧 但有些注意事項 還是得要先提醒大家注意 運動的時候 護具很重要 護膝 然後安全帽 然後有些像Snowboard 就是單板的部分 它特別需要到護盾的部分 它比較容易摔跤 沒有滑雪場來台灣 卻能夠體驗滑雪的樂趣 很多的愛好者都覺得動神奇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敏華帶我們一起來滑雪練習場 你們也喜歡滑雪嗎 我超級愛滑雪的喔 當然囉 在台灣雖然沒有真正的雪場 不過我們可以先練好滑雪的技巧 這樣子下一次真的去雪場的時候 就不用擔心摔倒了 好 我們現在複習一下今天學到的詞 第一個詞就是滑雪 第二個呢就是學校 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喔 來靠就是 可以先練習滑雪技巧 你們都有學會了嗎 多多複習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